我发现很多兄弟都有这样的经历 和喜欢的女生相处已经很暧昧了 聊天也非常融洽 女生对男生也很好 但这个时候男生胸有成竹地向女生表白 却被无情地拒绝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难受 但是呢 又找不到什么原因 如果说你正好遇到这种情况 那你一定要看完今天这期视频 绝对会把你们对于恋爱的认知提升三个档次 再也不会错失尽在支持的他 那这个兄弟他私信我说 楚儿我在一家证券公司做经理 他跟我在同一个行业工作 经常会有来往 他是非常细腻的女生 做事非常的认真 接触久了呢 我就喜欢上他了 我们经常一起吃饭 每天接送他上下班 他对我也挺好的 我感觉实际成熟 就向他表白了 没想到啊 他居然拒绝了我 楚儿他明明对我很好 不可能对我没感觉的 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呢 请楚儿帮帮我 那很多兄弟跟这个兄弟 他就是有一样的烦恼 但其实问题就很简单 就是兄弟们在这个特殊的阶段 觉得十拿九稳就松懈了 你刚开始追求女生 所持有的框架和态度 被你们忽视了 所以才导致女生 对你们的印象改观 不幸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兄弟和女生的聊天记录 兄弟说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谈恋爱了 哎兄弟们想象一下啊 你刚开始追女生的时候 这个问题他可以问 因为双方还比较陌生嘛 对对方充满了未知和兴趣 但是双方已经聊到这个阶段了 突然这么去问 就很容易让气氛变得很尴尬 这里呢 女生回了 嗯嗯 是有一段时间了 可以看到 女生的回复还是好的 也证明了他其实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 想继续 也说明了 他对大兄弟的好感度是很高的 那兄弟回了 是不是因为脾气太差 找不到男朋友 哈哈 这里大兄弟他就犯了一个 大家经常犯的错 哎乍一看 这段聊天记录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大兄弟说 女生对他很好 经常关心他 这不就是在暧昧期吗 这样开玩笑不是很正常 但是他过分调侃了女生 这句话跟第一句话一样 如果说刚认识的时候 说一点毛病都没有 女生会很自然的 把他当成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现在去说 就会瞬间引起女生的警惕和反感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兄弟马上回答 没关系 我不嫌弃你脾气不好 要不我们两个将就在一起吧 大兄弟不仅没有意识到 女生的不适感 还变本加厉的刺激女生 这就会让女生觉得 大兄弟并不尊重他 后果呢 也就可想而知了 女生回了 抱歉 我现在还不是很想谈恋爱 现在大兄弟犯的错误 已经让女生非常反感他了 情况如此严峻 还能够追到这个女生吗 之后呢我的回答是可以 我先让兄弟给女生发了这么条消息 我发现你这个人 真的很不适合谈恋爱 女生已经不回兄弟消息了 所以呢 我们的开场白 一定要足够的炸裂 不管这个女生觉得好笑 疑惑或者是愤怒 只要能够引起她的情绪波动 她就一定会回 在这里女生指挥了一个问号 依然非常高冷 不过呀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嘛 她只需要现在放下手头忙的事情 仔细盯着手机屏幕 等着我们的回复就行了 我们这么说 你谈恋爱太容易较真了 你应该坐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么一句话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开场白 看上去态度非常强硬 女生这个问号啊 不仅是疑惑 甚至是有一点愤怒 你是谁呀 轮得到你对我评头论足吗 所以这句话 就是要把气氛缓和下来 我们只是在开一个玩笑 但同时呢 也精准命中了女生的内心 她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太容易计较一些小事 那所以我们就说 她不适合谈恋爱 这里女生回了 谈恋爱较真难道不对吗 不过你说的对 我确实不适合谈恋爱 所以你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我们可以看到 女生依然在推开我 不想跟兄弟多说一句话 不过啊 没有关系 我们马上就能够让她 心平气和的跟我们聊下去 我们说 你是不是适合谈恋爱 但你其实真的很想被爱 女生感兴趣了 回到为什么这样说 每一个女生都是渴望被爱的 只不过很多时候 她们隐藏的很好而已 只要被你说出来了 她就会觉得你是懂她的 我们继续说 看你最近那么一毛 天天晚上发伤感朋友圈 不就是想被爱吗 女生回到 心一梗扣钱 我们这里回 哎呀你太温柔了 明明可以直接扣我钱 还要给我笑一下 女生回了 那可不 像我这么好的女生 现在可不多了 看到没有兄弟们 女生现在情绪已经不错了 已经愿意跟我们去接梗 开玩笑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只需要解决之前兄弟的事物操作 再展示一下框架吸女生 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那我们回 确实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要谢谢你昨天回答的这么直接 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对待感情认真的女生 可能是因为频繁聊天产生恋爱的错觉 在情绪被彼此左右之前 你产生顾虑 我很能理解 我不是很会说话 表达方式有问题 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结果呀还是被嫌弃了 我们真诚的说出了一大段兄弟内心的想法 告诉女生对她是在乎和认真的 也正是因为太在乎了 所以呢才说错了话 但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 那这里女生回了 没事我早就忘了 这个时候呢 兄弟可能以为这个女生她真的忘了 大多数兄弟都是只看表面意思 她没有深层次的解读女生心里的真实想法 一般女生还在生气的时候 她就会说没事 兄弟们千万不要被这两个字迷惑了 一定要记住啊 女生说没事 那就是一定有事 所以呢我们这么回 忘心这么大 那你把上次我答应请吃饭的事也忘了吧 现在去跟女生硬碰硬是很不理智的 所以我们进走偏锋 转移她的注意力 女生回了一串哈哈说道 其实你人挺好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说的话 我真的理解不了你的脑回路 我们说你要是这么说吧 那我就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 女生回道什么真面目 我们说打死也不会吊着男生 所以说我眼光还是不错 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穿越风雨的人 只是时机的拿捏上差点火候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夸女生 女生潜意识会很开心的 她也会很容易的接受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我跟你是很合适的 只不过我在表白的时机上没有拿捏准而已 你们看女生这里回了 你这样说我还挺开心的 今天这么会说 我们说如果今天的我能够让你心情变好的话 我希望我每一天都能够保持今天的状态 女生这里回了 其实我一开始对你还是很有好感 但就是觉得你太急了 你要是慢下来一点呢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这种感觉 兄弟们 在我们的真诚公式之下 女生逐渐打开了心扉 说出了她一直都不愿意主动表达的话 那这个就说明 现在大兄弟在她心中的好感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蹭蹭追击 继续扣想她的心扉 我们说我一直都在等 等一场铁树开花 等一场白日焰火 等一场日月交会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真的等到那一天 也许只是幻梦一场 但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 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女生回了 其实你不用心急 也许你慢下来一点啊 真的能够等到的 看到女生的这句话 我就知道 女生已经被我们打动了 那这几乎就已经是明示了 但是兄弟们 女生说 慢慢来 你们千万不要像一个大傻子一样 真的就是慢慢的去追她 只要她表现出对你心动 那么我们一定要去电光火石的出击啊 我们说 那我能慢慢的邀请这个一某小公主 慢慢下班以后 一起慢慢的共进晚餐吗 女生这里回了 哈哈好啊 我们继续说 位置我已经定好了 下班我来接你 七天之后 这个兄弟他告诉我 女生呢 已经答应跟他在一起了 安利到这儿就结束了 所以兄弟们 不管是追求期还是暧昧期 我们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框架和态度 千万不要觉得只差临门一角 就可以开始松懈了 谈恋爱一定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和思考 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声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 往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188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你千万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请获得最新联系帮手 请不吝点赞 前面